我可以不说吗 不是因为这个 其实挺选择选的挺好的 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 我跟你说我特放心 因为这个现在不说吗 这个没有中东西 没有新中的 可能就是在英语课上会减少一部分 然后在语文跟数学上会比较看重一些 最近比较是关注一些爱国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英语现在 也不是那么比跟原来那么重要了 因为现在中国也是可以自己发展 而且有的外国人也会来到中国来学习 那个他连任不连任知道老百姓都吃了饭 不都行了吗 饭是吃得上了 就是发现有点困难了 现在各个美麦都不好干 他们都是一个派写了吗 也算是 就意料事充吧 也是 这次就特别突然感觉了 这几个常委吧 以前可能不能太熟叫这些 他叫这些 这些他肯定他还办 这些都写到党章里头 在这个之前 你就看就关注这个俄罗斯的普京 附近16年 他故意可能是有点 也模仿那时还是就是 希望还是像习近平同志说的 咱们组阁必然会统一 也一定能统一的这种理想 现在咱们极力地克制入队 要求和平统一台湾 但是就讲了不排除这个无土 那么就讲了不排除 咱们常识天会 银带的